第三章我们介绍电位与电能 Electric Potential and Electric Energy 我们先用宫的方法 把所谓的一个电荷 在电场里面它的位能算出来 因为这个方法我们比较容易接受了 我们电子学有两种这种方法 一个就是这个叫做归纳法 我们普通物理就是用这个方法 第二种方法叫演绎法 演绎法它就是告诉你它就是这个东西 告诉你它就是某一个东西 电位 那么电场就等于负的gradient V 然后再慢慢给你讲解 这种方法我们比较不容易接受 所以我还是用这种方法 等等我会最后用另外的 就是用这种他们演绎法把这个结果也导一下 那么我们先看这个图 这个图就是说 我有一个 有一个点电荷Q在这里 点电荷Q固定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这个周围就会产生电场 那么它在这一点也会有电场 这个就是点电荷的电场 那么现在我们看另外有一个点电荷Q固定 它远着这条路推进 它当然有其他的力推它 它从这条弯曲路径推过去 从A经过B 那么它在这个路径上的任何一点都会有电场 那么这个电场就会有利益作用在这个Q固定上面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问 这个Q固定从A点到B点 走到B点 原来这个路径走到B点的时候 始终都有一个电场给它的力 就是E vector乘上Q' 这个力做的功是多少 从A点到B点做的功是多少 那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求这个Q'所受的静电力 从A点到B点所做的功 这就是我们功的定义 那么F1呢 就是这个Q' 受电场的力 就等于Q'乘1Vector 然后我们就这个 就是变成E.DL 那这个是点电荷的电场 因为这个电场是由这个Q产生的 那么这个电场呢 带进来 E就是它 带进来 那么E.DL 这个就是E DL是从这里到这里的 就是切线方向 一个很小段的位移 那么我们可以把DL 分成两个component 互相垂直的两个component Ds这个component 是在S Univector这个方向 那么这个跟 这边垂直的一个component 那就是SD Theta 它是在Theta这个方向的一个 一个component 所以呢 DL可以等于 这个 加上这个 SD Theta就是它的长度 方向在这里 这两个DOT 那只有S.S等于E S.Theta 这个Univector就等于0了 所以它就变成这个了 所以E.DL 就是这个两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 带到这里来 求利所做的工 带到这里以后 那它就变成 你看它带进来 那4πε0 Q再称上Qπ 这是常数 可以提出来 里头那就是S平方分之DS 它从这个点 积到这里 但我们把它换成S的话 它就是SA 积到SB 那我们把上下线带进来 这个积分就变成负的 QQ' Q' over S by Epsilon SB 分之1 减到SA 分之1 这个结果很有趣 也就是说 Q'所受的静电力 从A点到B点 对Q'所做的工 只跟它的起初位置 与末后位置有关 跟当中的路径没有关系 就是说 你当初是沿着这条路 经过A点B点 你也可以从这条路 这样子 经过它也可以 路径不同 但是起点跟终点都一样 只还是这个 那这个在我们 学物理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 像这种的工 跟路径无关 只跟其实点 跟它的终点有关的 这个工可以化成为能 化成Potential Energy 我们现在就把它写成 这两项 就写成负的 Potential Energy的差 差就是说 为能差 就是后来的为能 减到起初的为能 就是Potential Energy Difference 为能有时候 我们用U表示 有的书章用U表示 有时候我是把它用 E E就是代表Energy 不是电厂 它没有向量 E Potential EP就是代表 Potential Energy 为能差 就是说 这种工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这个系统的 就两个点之间的 未能差 的复制 这个 这个未能差 好像说 这个是未能 B点的未能 好像这个 成这个是A点的未能 其实不是 不是这样子 是未能差 它等于UA A渐UB 这是A点的未能 这是B点的未能 因为这个 负号成进去 所以就变成这样子 但是UA 不等于这个 成这个 UB也不等于 这个成这个 因为 它这个是一个什么 定积分 你如果用不定积分 积分的话 这一项要加一个常数 这一项也加一个常数 那么我们用定积分的话 这两个常数就消掉了 你不晓得是什么常数 反正它消掉了 那么UA呢 我刚刚说不等于这个成这个 UB不等于这个成这个 也就是说 它的U 不等于QQ' OVER C' EPSILON S 它还有一个常数项 这里消掉了 这个常数项是什么呢 它有这个常数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 因为消掉了 但是以后 我们有兴趣的 总是两个点的未能差 两个点的未能差 所以肚定是消掉了 因此呢 反正这个C可以消掉 于是 我们现在就想办法 想办法 就是说 我设定一个 因为这两 比如说这两点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天花板跟我们这个地板 它未能差是100个JR 未能差 我们只知道未能差100个JR 那你可以设定说 地板的未能等于0 那天花板的未能就是100JR 你也可以怎么设定呢 设定天花板的未能等于0 那么这个时候地板的未能呢 就是-100JR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设定 设定一个地方等于0 那么它的未能呢 就是这两个点的未能差嘛 所以这个值就代表 Q跟Q' 相距S远的时候 它的电位呢 它有个C在这里 那现在我们刚刚说过 我们可以借助设定 我们看这个形态 S在分母 如果S等于无穷大的话呢 这个值就是0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设定 当S在无穷大的时候 这一点未能等于0 其他的点 S等于任意值的时候 它的未能 就是任意点的未能 现在比如说这个 我们设定这样子 等于0 于是这个未能就变成这个样子 就没有常数了 这个常数在这里 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 如果能够这样设定的话 以后这个未能 就没有一个常数在我们的 跟着他 那就比较 就好像一个人 如影随形 老是跟着你 但是你又不知道他是谁 那多难过 能够把他撵走最好 我们就用这种方法 设定 S在无穷远处 U等于0 于是C就等于0了 这个时候 那么S等于任意值 就是任意未知的一个未能 我们从这个来看 这是我们刚刚倒出来的 现在S 我们就令SB等于无穷大 SA就是S 带到这个狮子里面去 那这个是无穷大 那这项就是0了 这就是S 负负得正 那就是4πε0 S分子QQπ 那么这个值 带到 就是我们现在 这个是跟我们积分基础来了 我们带到这里以后来看看 这个公 F所做的公是这个 我们刚刚写过 对不对 从A到B 从A到B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从B到A 这个上下线换一下 成一个负号 B点 这个正的 正的就是这个 一般很多书上 它是要写这个东西 写这个 写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公 是电厂 对这个Qπ所做的公 从A到B 它等于什么 等于外力 同样大小的外力 每一个位置都同样大小的外力 推这个电荷 从B推到A 所做的公是一样 那么这个积分 那它就等于 那它就等于 QQ'4'Y0 这个我们刚刚做过 就是S over S平方 对不对 它现在 A点我们假定是S SB是无穷大 把这个积分积出来 它就是这个东西 那这一项等于0 不就等于这个 这就好像直接 我们把这个带进来 这无穷大 这是SA 带进来 基本一样 那 这个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系统 QQ'Y0 相距S元的时候 它的位能 这个位能根据公的定义来说 就是说 现在从S点到无穷大 就是说电厂 电厂 把这个Q'Prom 在Q的 Q点电荷的电厂里面 Q'Prom 把Q'Prom 从S元推到无穷远的时候 从S处 推到无穷远的时候 所做的公 它也等于 这就是外力 负这个 其实就是外力 外力 从 无穷远 推到S元 你把这个Q'Prom 这个当做是外力 这个外力就是 克服这个电厂的力 做工 但是要记得这个工 不增加它的动能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电荷 从A点移到B点 或者是B点移到A点 不管是电厂的力 还是外力 它都是 慢慢的进行 就是说不让它有加速度了 那就是等速前进 那这个时候就 你做的工 我们一般外力做的工 是可以化成 胃能跟动能差 你现在没有动能 那全部是胃能 这个就是要记得这个 Q跟Q'Prom 两个点点和相距S元的时候 它的胃能是这个 有时候我们把它写成EP 大写的E 然后它的下标就是P 我们现在从这个来看 系统的未能是这个系统以外之外力 就是这个 将点点和Q'Prom 从无穷远处 等速推向点点和Q 与点点和相距S元处 所做的工 也可以说是静电力 静电力就是FE 把Q'Prom 从距离QS元 一直推到距离Q无穷远之处 所做的工 电位能的单位 电位能的单位 是JOR JOR 现在我们介绍 Potential 就是电位 电位的Potential 这是我们刚刚导出来的 如果 我们这个积分 就是说 刚刚我们是从SA到SB 刚刚是从SA到SB 如果 我从SA 经过某个路径到SB 又从SB 又从另外一个路径 又回到SA 那我做的这个积分 就是等于封闭路径的积分 就从SA 本来应该SA到SB了 那现在变成SA到SA 这就是封闭路径的积分 这个路径 我们这种积分 我们可以写成 一个积分号 打一个圈圈 这个就是 如果它的积分是路径积分的话 那就是封闭路径的积分 这个积分 S平方积分是负S分是1 你从SA到SA 那么就是零了 也就是说你从这里 SA到SA就是零了 这个功 我们刚刚说过 因为它只是跟 起初跟末后的位置有关 是等于末后的位能 跟起初位能差的负值 来表示这个功 那么现在起初位置 就是末后位置 那UB就是UA 所以UB-UA就是零了 那这个功就是零了 这个 如果一个功 它做一个封闭路径 等于零的话 那就表示这个功 对物体所做的功 是跟起初位置有关 与末后的位置有关 当中路径无关 这种的功 我们在物理里面学过 它就是什么样的一个 就表示这种力 这种力做的功是这样的话 那就表示它是一种 Conservative Force 是一种保守力 是一种保守力 所以 这个值就是等于Q-Prom Q-Prom E就是F1 等于零 这个力是保守力 我们觉物理学过 那现在就变成什么 这个不是零 那一定是这个是零 那就是这个时候 这是静电场 Q产生的电场 静电场 它的 Croised Path Integral 我们把它翻译成为 还场机 等于零 OK 等于零 那就表示这个电场 是一种Conservative Field 它是一种保守厂 保守力 什么叫保守力 有的同学说 保守力就是 它所做的功 只跟位置有关 跟路径无关 当你做一个 封闭路径积分的时候 它就是零 这就是保守力 这是它的现象 但某些人要问 它为什么不取别的名字 要取保守力 叫做保守力 这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是 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MG 一个质量为M的物体 它的重力 重力 它在重力场底下 重力也是一种保守力 为什么叫做保守力 就是说当你把一块砖头 从地板 慢慢慢慢用手把它拖 拖到天花板的时候 你不要有这个加速度 就是很慢很慢拖到这里 那你的手所做的功 是正功 因为你推力跟它相同 那么这个时候砖头有一个力 跟你的推力一样大 因为你没有加速度 那MG就等于你 跟你推的力 方向相反 大小相等 从这里到这里 就是做复工 做复工 你刚刚推上去做的功 完全变成MG的胃能 变成MG 就是MG这个力 它的胃能 因为这个时候 你手是做正功 MG是保守力 保守力做复工 它推到这个地方来 你会发现 当你的手一松开 一释放 把这个砖头释放的话 这个砖头会从 电花板这个地方 掉到地面上来 它这个时候的胃能 全部都释放出来 就是说你刚刚手拖的功 手做的力 手做的功 没有损失 因为它是MG 这种保守力 把你转变成为 胃能存在这里 必要的时候 它会还给你 但是像摩擦力 它就不是保守力 比如说我们要 推一个桌子 从这边推到这边来 你要用力 对不对 你克服什么力 这时候不是克服中力 是克服摩擦力 你辛辛苦苦 把它推到这个墙角这里 你放手 这个桌子会不会回来 会不会跑回来 不会啊 因为刚刚你推它 是做正功 那摩擦力做复功 摩擦力做的功 不会存起来 它就变成热散掉了 所以说 能够把功 存起来当作未能 然后又放出来的 这个力叫做保守力 像MG 像这个电厂 静电力 也是一种保守力 那于是 我们就得这样的一个实力 那我们就看到 这是静电厂 因为静电厂是保守力 所以它的还产机等于零 因此它的静电厂的还产机 也等于零 那这个各位要记得清清楚楚 这是静电厂才有的特性 静电厂才有的特性 如果你要 看一个厂 它是不是保守厂 就是一个电厂 电厂又非静电厂 它是不是静电厂 那你就把这个电厂 做一个还厂机 随便一个任意位置 只要是封闭路径就好 等于零 它就是静电厂 不等于零 它就不是 像我们 你改变磁场 它的周围会产生电厂 那个电厂就不是保守厂了 那是非静电厂 那么我们现在 从Divergence Theorem 电厂 从这个Stock Theorem 电厂的还产机 要等于Curl1.da 有没有 Stark定理 因为这是很等于零 因此这个也是很等于零 而这个A是任意 就是说你这个任意的一个路径 一个任意的封闭路径 那这个A 你要积分这个面 就是把这个 就是被这个封闭路径 围在里头的这个面 你这个是任意值的话 随便你怎么画 那当然它的DA也就是 你怎么画它就是 你画什么样 它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值 你画的不同路径 就是不同的值 那因此 我只要这个不等于零 那这个也不等于零 而这个式子很等于零 跟这个一样 很等于零 那就表示什么 Curl1等于零 电场 这闪度等于零 旋度等于零 那这两个要记清楚 凡是满足 这两个里头的任何一个 满足这个就满足这个了 像这样的一个电场 它就是静电场 以后人家问你 这个给你一个场的 一个场 函数 问你它可不可能是静电场 那你就把它做这个积分也可以 或者做Curl也可以 它等于零 就是有可能是静电场 如果不等于零 那就绝对不是静电场 静电场除了有满足 高时定律的特性以外 这是高时定律 积分式子 这是微分式子 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这个特性 这个或者是这个 OK 这要记住啊 要记住 很重要 好 电位的另一种观念 我们现在从另外一种观念来看 假如F是代表任意的存量 它的T度呢 就是grading F 那我们知道 任意存量的T度 你把它做一个旋度 一定是零 就是说你把grading F 做一个curl curl of gradient F 一定是零 那我们现在就在迪卡尔坐标里头 把这个式子展开 你把它用航列式裂开也可以 你可以画成这个样子 你看 这一项跟这一项 不是相等吗 消掉了 这个跟这个相等也消掉了 这个也消掉了 所以就是零 这个量 希望同学们你自己去把它倒一下 很简单 你把它带到那个 我们说curl的行列式里面去 用这个迪卡尔坐标做就可以了 它就是零 就是说我随便什么存量的函数 它的grading 做一个curl一定等于零 那么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看 这个项量 就静电上等于零 那就相当于什么样呢 相当于说我这个一 一定可以写成某一种存量的grading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因为这个cross一定等于零 而这个也是等于零 所以我们就可以令 电场等于一个存量 我们用V来表示 存量的gradient 来表示这个电场 你这个正符号先不要看 你curl of gradient F grading V一定是零 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就零 一等于负的grading V 那这个V 那就是 我们就称它叫做 Electric Potential 我们前面讲的电位 就是单位正电荷 从你电场 把单位正电荷 从某一点 移到无穷远处 所做的工 那在这个地方呢 它就是说 E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V我们就称它叫 Electric Potential 那V是一个什么量 我们称它Electric Potential 给它命名 那到底它是什么东西 它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那我们又给它一个负号 为什么要给它一个负号 因为它是正号 带进它也是零 负号带进它也是零 那你为什么要给它一个负号 以下我们就要开始来讲这个 我们以前在讲gradient的时候 讲过这个式子 对不对 我说这个式子好重要 就是任意的函数 纯量函数 那现在我们把 用V来带 Electric Potential来带 它就变成这样 对不对 然后我们刚刚 另一等于负gradient的V 那这个就变成负1.dl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里了 好 适中的电厂 这个电厂 就是这个电厂 我们知道它是点电荷的电厂 距离点电荷QS远 方向在这个方向上的一个电厂 好那DV 那DV 把这个电厂带到这里来 对于这个值 这就是这个 然后S.dl 就变成DS 就说DL是一个位移了 任意方向的位移 那么这个就变成 位移在S方向上的分量 变成DS 变成这样子的 这DV等于这个 好那么V呢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DV而已 它只做一个小小的位移 如果我们位移 也是从S到无穷远 那么DV我们可以 V可以写成DV的积分 它就是这个积分 那么它从 这个符号 有时候我不太喜欢用这个符号 就是把这个移进去 就是S到无穷远 就是电厂 作用在单位正电荷 这E就是单位正电荷所受的利 对不对 电厂 就是作用在单位正电荷的 静电力 从S点到无穷远 这一点做的功 那就是我们把这个 E带进来就变成这个字 变成这个字 那么这个积分 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 这个 就是 就是说这个 我们乘一个Q' 这里除一个Q' OK 乘一个Q' 这里除一个Q' 那么这个值是什么东西 这个积分我们积过了 我们积过了 它是等于这个值 这个就是代表 Q'距离Qs'远的地方 这个系统的电位能 电位能 就是U of a Q' 那我们就发现 V是什么东西啊 原来它是系统的电位能 被Q'来除 那就是单位 正电贺的位能 单位 正电贺 就是你把这个 当作一个单位正电贺 就是说你把这个 单位正电贺 由静电力 从S推到无穷远 或者是由外力 它跟静电力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的力 从无穷远 推到S远 所做的工 就是静电能 所以位能 这电位 它就是单位正电贺 先是电位 点电贺Q 电位就是什么 就是跟点电贺Q 相距S远处 单位正电贺的位能 单位 电贺的位能 我们用正电贺来表示好了 它就是一种位能 就是你 你这个能量 你这个能量 电位能是U的话 那么它这个 我们刚刚移动 你把Q' Q'从S远处移到无穷远 是用电力做工 叫为能 或者是外力 把它从无穷远移到这个S远 那么这个是做的复工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 刚刚Q'是用正电贺 所以Q也是正电贺 这也是正电贺 所以电场就是推力 那你跟它相反的力 相反的力 你要把这个正电贺Q'推进来 你也用推力 对不对 如果是负Q的话 那它是一种吸引力 你吸引过来 那这个 你跟它相反的力 也要是拉力 那么这个就是 你记得 反正你就记得 单位电贺的电能 叫做电位 我们现在知道 什么叫电位了 等等我们来介绍 怎么样计算 因为这个电位 我们是用检验电贺来做 每次都要求它的工 好麻烦 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公式 直接带进去就好了 那底下 我们现在先讲到这里 我们现在 介绍 点电贺的电位 从最简单的开始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点电贺Q 它摆在我们参考点的这个位置 这是圆区的位置 然后我们要求 R远处这个位置 就是P点 它的电位是什么 点点和Q摆在这里 我们要求 这个位置 它的电位是什么 好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要用现成的方法 看看能不能做 现成的方法是用 点电和Q摆来做 把它从 这一点 P点 一直推到 就是Q在这里产生的 Q在Q摆的位置产生的电厂 说给Q摆的力 从这里推到无限远 看做多少工 就是它的位能 位能再被Q摆来处 那就是电位 那这多麻烦啊 你要求这一点 要把它 推到无穷远去 那我又要求这一点 要求这一点 那怎么办呢 这么多点 那工程不是非常浩大吗 好 那我就 就说这个方法 不实用 理论上是可以 就是我把U U求出来 然后被Q摆来处 可是 我们已经知道 如果有一个点点点和Q摆 距离Q的位置是S 也就是说 像它这个R 这个Q的位置是R摆 那这个就是S啊 它的位能 我们已经求过了 不需要 不需要去算它 不需要去测它 它就是这个东西 你把它带到这里去 它就是 等于这个被Q摆来处 就是这样的 于是这个式子就是表示什么 表示V 表示这一点的Potential 表示这什么 这一点距离它是S元 这个S等于什么呢 S向量 它是等于R向量 减到R'向量 这就是点点和的点位 以后用这个式子要特别注意 Q一定要是点点和才能用 如果不是点点和不能用 那么点位的单位 我们是用福特来表示 电位能是用焦耳 焦耳被电荷量来处 就是Joy Perkulin Joy Perkulin 我们就给它另外一个单位 叫做Volt 福特 Volt Volt是一个 Joy Perkulin 一个Joy Perkulin 我这个来写错 一个Joy Perkulin 应该是Joy Perkulin 我这个就写成这个东西了 好 点点和的点位 我们会算 现在我们要算 一群点点和的点位 就是说你看我现在 现在不只有一个点位 不只有一个点和 一个Q1 Q2 Q3 等等 Q1 Q2 Q3 等等 当然还有很多了 我只拿三个来做个例子 摆在 R1 Prom R2 Prom R3 Prom 那我现在要问 在距离我 就是说根据我的参考点 R 向量这点 这个位置P 在这里产生的电位是多少 我们还是一样 要用旧的方法 看看能不能做 不能做的话 我们改良一下 你不可能说 现在你想出一个方法 跟以前完全 风马牛不相干 你不可能 不可能这种 有这种情形 那我说 以前我学过什么 要计算的话 就是点点和的电位 我会计算 比如说 单独 一个Q1 在这里的时候 距离R1 Prom 它 对P点的距离 的位置 是S1 这个时候 Q1在这里产生的电位 叫V1 V1 你V1也可以用什么 用S1来表示 也可以用R表示 就同样这一点 第二点 第二个Q2 它在这个位置 产生的电位 用点点和的电位 也可以算出来 Q3 这个点点和 在这里产生的电位 也可以算出来 但是问题是 你一个一个能算 如果这些同时存在的话 那么P点的电位 是什么呢 这时候我们就要 想办法 你要想办法 那现在我们这么考虑 电位是什么 电位就是 单位电荷的能量 比如说我们用单位正电荷好了 单位正电荷的能 电能 电能 所以它是什么 Joyal Perkulam Joyal Perkulam Joyal是一个存量 能量 能量是一个存量 电荷的值 也是一个存量 于是我们知道 这就等于是 能量的单位 就是单位正电荷 受的能量 这也是单位正电荷 受的能量 通通通在这一点 就是说这一点 单位正电荷在这里 会受这么多能量 同时又受这么多能量 同时又受这么大的能量 那么 因为它是存量 所以 我们可以用叠加原理 把它全部加起来 V 总电位 就是V1 加V2 加V3 你把这个加起来的话 我们可以把共同项提出来 这个地方有一个 Summation的符号 I 从1到N 你有N个电荷的话 就这么做 这个是 有一群点电荷分布 你要求P点的电位 就这么做 好 再来我们就看更复杂一点 如果电位 它是连续分布 那怎么办 怎么求它的电位 假设这个区域 是Top Prime 它的电荷分布是Row Row是位置的函数 不是常数 这个位置的Row 跟这个位置不一样 这样子的 好 这里有连续分布的电荷 它的位置呢 它所在的位置 我们就用 圆区的位置 这是我们的参考点 R Prime 好 那它在P点 产生的总电位 产生的总电位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想 我们现在就要 从既有的办法里面来算 既有的办法 我们已经有什么计算的公司呢 像点电荷的电位 再来就是一群点电荷的电位 那么这个连续分布电荷 我们可以用微积分的方法 把它假想 分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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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无穷多个小小的体积 D Top Prime 每一个D Top Prime 乘上它那个地方的电荷密度 就是它这个小体积基数里面的电量基数 那么它有无穷多个这种电量基数 它在这一点产生的电场 电位是什么 那我们就 就看 一群点电荷怎么做 就是每一个电荷基数 在这里产生的电位基数 把它加起来 对不对 加起来 好 那我现在就 因为无穷多个 我放不着全部都做 我找一个 在位置 R Prime 这个地方 找一个DQ DQ就是这个地方的电 电荷密度 乘上这个D Top Prime 它的体积基数 这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电荷基数 就是点电荷了 它在这点产生的电位 DV就可以用点电荷的公式来做 四拍Apsilon Zero 这是S DQ 这个时候DQ是对Rose and D Top DQ 其实就是Rose and D Top 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就是R Prime R Prime 那 这个电荷基数 在这里产生一个DV 另外一个电荷基数 又产生另外一个DV 这里无穷多个电荷基数 会在这个位置产生 无穷个值 都是DV 都在同一个位置产生 所以根据叠加原理 它的总电位 就是无穷多项 这个量加起来 因为它是无穷小的项 无穷多项 无穷小的 无穷多项 无穷小的值加起来 就是积分 本来这里应该用Summation 对不对 因为它是无穷多项 我们就用积分 积分 DQ 我们就换成 Roditor Roditor 因为这是体积分 Roditor 那么 你就可以求它的 电位 连续分布的电位 但有时候 我们的电荷 不是分布在体积里面 而是在一个面上面 一个Surface上面 Surface上面也是一样 我们就是在Surface上面 取一个面积基数 乘上这个Surface上面的 Surface Charge Density 它就构成一个 点电荷 对不对 构成一个电荷基数 电荷基数就产生一个电位 电位 好多好多个电位 在这里产生的总电位 就是这个量 那么这个时候 公式还是这一个 那么DQ Prime 这个时候是等于这个 如果电荷是做线状分布 因为这个都跟我们前面的 球电厂的差不多 那我们就说 你如果是线电荷的话 我们就把它分成 无穷多个小线段 每一个线段 都是一个线段基数了 乘上那个位置的 Line Charge Density 线电荷密度 就变成那个地方的 电荷基数 每一个电荷基数 在P点产生的电位 全部都加起来 也就是积分 还是这个式子 那么这个就是 线电荷的电位 我们先把方法都讲了 我们再来举例子 好 我们前面介绍了 点电荷的电位 一群点电荷的电位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位 现在我们要看 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由电厂来求电位 我们知道 电位 我们说电位 它是负DL的积分 从A点到B点 积分 比如说这两边都积分 那这个积分就是VB-VA VB-VA 那么它是等于 电厂.dL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式子 这个积分你可以用过V V就等于 这个量 我们前面讲过 那这个积分积分就是VA-VB 符号拿过来 就是变成VA-VB 符号不拿过来 它就是VB-VA 等于这个值 E从A点到B点 所做的工 也就是说 这个电位 跟这个电位的差 我们都能用电位差来表示 用VAB表示VA-VB 那么VBA就是VB-VA 那VBA就等于负了VAB 这个叫做两点的电位差 于是我们就得到一个很有用的式子 两点的电位差 就是VAB 要等于电厂的线积分 从A到B 注意这个式子 我们一般都是 你这样写也可以 有时候我们就是写 VAB 等于E到的第二 从A到B 这个就是说 当你知道电厂的时候 你可以求两点的电位差 两点的电位差求出来 你就可以用 你就可以用 设定电位的方法 就像 电能我可以设定 某一点的电能等于零 其他的 跟这一点的电能差 就是那一点的电能 电位也可以这样子 我先设定 我先求电位差 电位差求出来 我才设定这个电位 等于零的地方在哪里 我就可以求某一点的电位 我可以求某一点的电位 这个式子要注意 这就是由电厂求电位 其实它目前还不是求电位 它是求电位差 电位呢 我们等一等再讲 就是你有了这个式子以后 设定任意一个电位 一个位置的电位为零 便可决定另外一个电位的 另外一个位置的电位 这个我们等等举例给各位看 就很清楚了 好 如果 现在第六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电位函数如果已知的时候 V已知的时候 电厂跟电位有这个关系 对不对 刚刚我们说 它是等于负的gradient V 负gradient V 那为什么用负的呢 意思就是说 gradient V gradient V的方向 我们在讲这个 梯度的时候讲过 gradient V 的方向 就是从小的电位 到大电位 比较小的电位 到比较大的电位 这个方向 是gradient V 的方向 那么负号就表示 这个电厂是从高电位 直向低电位 这是我们设定的 Gradient V 就是以前我们讲的Gradient V 就是以前我们讲的Gradient F 它的梯度是从小F值到大F值 那Gradient V 的方向 就是小的 就是低电位到高电位的方向 但是电厂是负的这个 那它就是从高电位 只向低电位 这是我们设定的 我们就是这么规定 没有任何理由就是这么规定 那么我们现在看 如果用迪卡尔坐标 那这个E就等于这个值 对不对 Gradient V 你用迪卡尔坐标 把它展开 如果是球坐标的话 电厂就是这个值 如果是圆柱坐标的话 电厂就是这个值 这个要 要记住 这个常用 这个是我们常用 不过我们整个式子 你要把它写出来 你多写才会多记得住 你不要只记这个 很多很多很多同学 他只知道 电厂是等于负的 Partial V 或Partial X 球坐标他就不知道 圆柱坐标也不知道 这个要常做西题才可以 了 感谢观看